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,高雄市府订定除草剂使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,限制非农业区禁用除草剂,最众可罚5万元并纳入需保育的农地不使用除草剂,兼顾自然环境与生态,若是一会顺利通过,预计明年实施。 市府表示,除草剂属于农药,农委会虽有农药管理法,仅针对除草剂使用不当开罚,却未规范非农地的使用,近来发现除草剂被滥用,加上高市大楼林立,民众空地使用除草剂容易造成犬之物时中毒,又因居住环境秘籍,影响民众生活,担心造成慢性中毒。 环保局在施议员张峰腾提议下,订定除草剂使用管理自治条例,限制非农业区禁用除草剂,包括学校、公园的杂草等,均限用人工除草,不能使用除草剂,为这可罚5千至5万元。草案以送议会立法,将于今年公告,明年实施。 高雄市野鸟学会总干事林昆海肯定是否做法,他说,高市自然生态丰富,过去为立法规范,包括决定鸟松施地等,将因此受法令保护,有助维护生态环境,是否养工畜也不使用除草剂,以人工除草方式维护公园,绿地生态。 林昆海指出,并为一级保育类草剂全台不到百值,过去曾发现农民使用除草剂,虽不如老鼠药直接造成草剂死亡,仍间接影响草剂生态,包括中寥山及燕草浅山一带农地。 均发现草剂的栖息的,建议是否保护农地生态,提出更多配套措施,鼓励农民不使用除草剂。 环保局表示,高市定定除草剂使用管理自治条例不同于其他县市,纳入生态保育与环境保护的精神,对于需要特别保育的农地将协调地主不使用除草剂,采令清公告排除在外。